欢迎回来 其实我们在谈学校营养午餐的时候 刚刚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有人说要做制度 有人说应该要有中央厨房 或者是有制设的厨房 那也有人说相信 学校应该不会去贪污的 那不管如何也有人说 学校校长真的会可能贪污 的各种说法都有 那我们来请回应一下 就是说曼莉你看到 就是说应该要建立这个制度 应该要有中央厨房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中央厨房会有一个风险 比如刚刚我们在那个影片上面 不断的看到有青菜非常的翠绿 其实有些中央厨房 它为了保持那个翠绿 它是用碱下去 让它变得比较翠绿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 有些时候我们是看不到 那有些时候呢 如果说家长说要去看的话呢 那个厂商就会带你先到 这个办公室去做简报半个钟头 然后厨房那边呢 就开始做一些准备人家 来检查的那个部分 所以其实很多的家长呢 就是说他们就是会被 这种拖延的战术呢 他们就是缓慢的进入到 这个现场去 那如果家长进到现场呢 其实是应该从 开始7点 8点就开始进去 然后等到11点 他们煮好饭送出去 我觉得这个整个流程 他都要看 而不是说看一下 然后他就走了这样子 其实刚刚也有人指引你们说 三十二块要办好营养是不可能的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怎么样以价质量 或者是怎么样 或是说以量质价 或者怎么才能够达到三十二块 又能够办的好吃 是 以我们学校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才一百三十九个孩子 那当然没有办法以价质量 但是就是一个用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成功的推手 就是我们的皇主任 这么多年来 他很念字在字 而且用爱出发 那刚刚提到的 我想我们的皇主任 就是做好所谓的爱跟榜样 那也纯粹是用卖服务的精神 这样出发的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他还没有特别的佳节 并没有 因为 并没有 这真的 黄主任 你为什么要这么卖命呢 因为一切还是为了孩子好 因为小孩子是我们未来的国家的主人 这个会增加你多少工作量 工作量当然是有 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的话其实这边如果都制度化的话 其实就把它当作也是在学校的一份工作 就是这样而已 好 其实刚刚也有观众朋友打来说 要建立制度 我不晓得这个制度到底是要怎么样建立比较好 我不晓得吴老师你怎么看 第一个就是说评选的制度是什么 刚刚如同吴校长说的 如果是自己学校办 那是自己的厨房 那就比较简单的 按照政府有一套制度做 但是在多数的都会区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比例 其实学校比例 尤其是大部分是小校 所以是制设厨房 公办公营 但是在都会区刚好相反 就是蛮大的比例是外定餐盒或者统餐 那在这个状况下 问题大部分都是出这 后面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外定餐盒 对 那这个东西 评选委员的组成就很重要 这次新北市 所以会落到好像校长可以选定他所要的评选委员 那大家就想校长一定是清点 清点之后示意 然后他就中选了 中选了以后彼此的关系竟然是有点合意 就自然会提供回扣 那我要说的是 评选委员最好的方式就是来自民意 家长来自 家长代表就来自家长 那教师代表就来自教师校代表 普选之后给予奖席 包括什么法律的奖席 或者是餐点上面怎么挑菜的一个奖席 有成的奖席加法律责任的奖席 这样子他才会担任的好 而且绝对不要让他一再的去连任 做过两年该奉献也奉献了 然后该参与就参与了 其实有关那个规定 里面就说那个审查委员要有专业的背景 家长真的有这种专业背景吗 都进不去了 我觉得工工程委员会当初的解释 就是莫名其妙 因为出资的是家长 那家长他可以不用全部都大权独揽 但是他一定要参与 因为没有一个家长 可以说自己孩子要吃什么东西 他不过问的 没有权利参与 因为整个工工程这条规矩 就已经不能参与了 所以这是政府部门带头错误 我们简单讲 就是家长占多数 然后教师要参与 经过民意的选练 然后给他讲习 那谢理事长是不是真的不能参与 是我想那个工工工程委员会 真的要被检讨 当然我也觉得教育部该被检讨 教育部应该硬起来 去跟工工工程委员会去沟通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 我们家长团体已经反映了好几年 然后教育部也没责 就是这个工工工程委员会的规定 就是家长没有专业 所以不能参加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明明这个钱 除了像新竹县或新竹市是由政府出了以外 其他的钱全部都是家长自己从 要那个口袋里面掏出来的钱 为什么家长不能去参与 家长可能没有那个很专业的东西 可是家长平常也在吃东西 平常也在吃饭 平常也在买菜 总是可以进去监督吧 去了解那个价格吧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部分真的是该谴责 公共工程委员 特别是招标这件事情 就说一直以来都是十万块以上 就得招标 可是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那个像那个有机那件事情 对不对 我认为他某种程度 其实应该跳脱招标的一个规则 而不是把所有东西 把他当成一个工程案 全部都要都要去招标 那又麻烦了 对不对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因为吃的东西跟钢筋水泥 这些东西摆在一起 同样一个招标案来处理的话 说实在真的是很牵强 所以像我们学校 我们是用抬购法 本法以外的第七条 它里头有一个规定是生鲜食材 因为它是容易腐败 而且不容易保存 而且要当日采购嘛 所以就不再此限 采购法里头有一条是这样子的规定 所以像我们的有机的采购 就是用这一条来做解释的 这个你是懂法令 有去把它研究 要不然有的学校根本就受限了 整个公共工程 那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 其实营养午餐它的商机是很大的 以新北市为例 30万个用餐的学生 然后如果是40块到50块 刚刚说45块 那每月公餐20天 乘下来是2.4亿 而50块是3亿 那全国有1500个学校 是有提供营养午餐的 那算起来是150亿 如果再加上补助的话 等等就差不多170亿到180亿 其实商机很大 但是这里面的采购 还有这里面到底要怎么吃 因为事实上 刚刚也有观众打电话进来说 32块或者40块怎么办呢 就办不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 到底他们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周二一大早 谷口核心国小全校的学生 喝着有机豆浆 享受那香香甜甜的味道 你们喝一口 好不好喝 喝起来什么感觉 有黄豆的味道 有机豆浆非常的好喝 那什么是有机吗 没有农药 没有加任何添加物的东西 我第一次吃到 喝到豆浆 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 喝有机豆浆 最健康 小朋友喝了还想再喝 核心国小把 现服每餐32块钱的补助金 做最好的利用 一周两天吃有机营养午餐 来到厨房 白板写着全校156人 靠着阿姨的巧手 喊天然的菜香 炒出色香味俱全的菜色 对小朋友 尤其是他们的体力上面 在体力上面可以增长很多 这就是我们在那边做的 那个有机堆肥 然后等一下呢 每个人就装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这个要细数500倍 我们就可以去那边菜园来做 我们菜园的那个浇灌的肥料 除了吃有机餐 还要教育学生有机的概念 老师教学生堆肥 再到校园异于开辟的小菜园 实施有机耕作 从做中学 辟一个小菜 不让学生去体验 到实际他们去耕作 或者是去体会 农夫的一个辛苦 现在这条连接湖口到新封的 117县道上 已经有四所学校结盟 一起推行有机营养午餐 把净菜的成本降到更低 再回馈到菜策上 邻近的新封 农夫国小很特别 中午全校的师生 一起打菜吃饭 这样菜量可以控制得宜 吃起来也特别的香 你今天吃的是什么餐呢 有机餐 那你觉得好不好吃 好吃 我觉得吃起来比较有机 比较健康 这个经费得来不易 所以尽量能够在校内 我们可以做的控管 在菜量 在经费的控管上 我们也是尽量去做 成校非常好 然后家长非常的支持 还有我们看到学生的健康 他们越来越健康 所以我们就觉得 支持我们更要继续地做下去 从改变孩子的口味着手 从重咸重油慢慢地减淡 虽然经费拮据 谁说32块钱的营养午餐费 不能吃到有机 不能吃到健康 全然存乎一心 除了校长有心 还要策略联盟 让这个嘴巴革命 能够长长久久 真的是存乎一心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些菜 看起来真的好像很好吃 那我很想问校长 因为你们现在有所谓的 117结盟 就是在117公路上的 四所学校结盟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我看到孩子的反应 那个豆浆没有加糖 居然说好吃 那当然就是长期的午餐 教育的策略成功 因为我们学校是强调说 吃清淡 吃原味 少油少盐少糖 所以孩子习惯成自然 所以他就能够吃到食物的真味 刚刚您提到说 117县的四个学校 我们很乐见就是说 因为要团结力量大 因为我们学校 130多个孩子 那其他的学校加在一起 这四个学校加在一起 就将近有八百人 那我们这样的话 团结力量大 然后能够更有效的去支持 那个有机小农 让他们去继续来做有机 那让更多的孩子得到健康 让这个土地能够更得到善待 然后做到环保 真正爱地球 所以我们这个117县的成功 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很鼓励的 真的很感动 因为真的有学校这样做 不过谢理事长 因为我知道你也曾经推过 说每周要一日这个无肉日 那好像不怎么成功 是为什么 是这样 我觉得我曾经 我们在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比较乡村的地方 那在地有一些小农 在那个地方 他们也很愿意去栽种一些 那个比较有机方面的无毒的那个蔬菜 那其实我们跟这些小农谈的时候 他们很愿意 因为他们觉得说 他们自己的儿子或孙子 就在这个学校念书 所以他们觉得不会去计较 那个叫做钱的问题 可是当回过头 跟学校谈的时候 因为他整个就是已经标出去了 标给厂商了 那对厂商来讲 就是你要去打破他 就是说你突然间要他礼拜一到礼拜 拿一餐出来用这个有机餐 或者在地小农的食物的时候 他就很困难了 所以一直就没办法谈得成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说 我刚才会讲说 其实招标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重新检视了 像刚刚校长谈了 就说很多校长可能很多学校 可能不太了解那个法令 那他们反正超过 他就用招标的方式去处理了 是 不过我这边就给大家看 其实有报纸就报道 在台南的大湾国小 还有几个学校联合起来 大概5000多个学生 那他们办的营养午餐 可以压低到18块 而且学生吃得津津有味 说非常好吃 18块能够办成 这个实在是更厉害了 我就不晓得是怎么办 曼妮你怎么看 我在想说如果是说这样子的话 其实学校采购的时候就要注意 比如说吃当季的食物 然后也吃当地的食物 它的成本就会降低 因为你如果当地采的话 你那个运费的成本就降低了 然后你如果是当季的话 它东西本来就是 那个食材是属于那个季节的 所以它本来就是不会 是说要花很多的力气 或者花很多的肥料 农药那边去照顾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是可以把那个食材降下来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希望 不要剥削我们的农友 要不然的话农友 他们就觉得说 血本无归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没办法持续很久 确实在宜兰就有一个有机农 他非常有心 他就串联当地的有机农 去跟学校谈判 说你们应该要采购 我们当地的食材 而且我们可以联合提供给你们 那也制造了当地的就业 其实这个宜兰的案例 也是非常的成功 所以是有可能成功的 不过到底台湾的孩子要吃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台湾的6岁到18岁的孩子 是亚洲第一胖 这个胖到底怎么胖 你看这个59个国家里面排名 我们是第16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男生 有将近三成 26.8%的小男生是肥胖的 女生有16.5%是肥胖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跟吃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不晓得校长 你怎么看这个肥胖率 是 其实像我们学校是属于偏乡的孩子 那弱势的家庭占几乎半数以上 那在弱势的家庭里 他的文化不利 他的经济的不利等等 所以孩子在很多的认知 跟习惯的养成上 其实是家庭的功能 有部分的家庭功能不张 所以在我的学校也有一些过重过轻 或者是趋齿很严重的情形 所以因为弱势的家庭 他可能就非常的仰赖 学校那一餐 午餐 他的一天的营养可能的来源 就是学校的午餐 所以我是很想问你 因为我觉得你推的很成功 到底怎么样让孩子 有健康的饮食概念 因为这个不简单 因为也许他家庭已经吃习惯 重鹹重油 你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说 这些菜是好吃 而且是健康的 好 在我手中这个册子 就是在四五年前 我要感谢绿色阵线的吴东杰先生 还有一个吴美茂老师 在这几个有心人的协助之下 我们学校 开发了我们学校 属于我们的本位课程 叫做校园有机日 那在这个有机的课程里头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我们都有相关的单元 教孩子 譬如说认识有机 认识食物 认识热量 认识食品添加物 或者是所谓 刚刚您说的 要吃当令当记的 甚至我们进步到说 让孩子知道换肉率 所谓的森林变汉堡 这样的课程来教导 所以孩子在智能的建构上 他是被培养起来的 所以他也能够 这样有几年了 我们已经第五年多了 第五年多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学校的营养午餐 是不是真的很营养 这个菜单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在五天里面到底怎么吃 然后有副食有主食 然后你看 蒜苗肉片 这个会鸽蛋三鲜 炒小白菜 番茄蛋花汤 还有其他豆浆等等的 那这样看起来 其实好像还蛮健康的 我不晓得 曼妮你怎么看这个菜单 其实我会看到这样的菜单 就是说他有肉 然后有海产 然后有青菜 然后有蛋 有番茄 看起来他都有做到这样子 可是呢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说 他的食材的保鲜 到底保存 有没有保存的很好 因为呢 其实像我们有看到 某一所学校 他有那个蛆在肉上面 那那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是会想 其实如果说我们的东西没有保存好 然后有一只苍蝇 然后苍蝇在那边下蛋的话呢 大概六到八个小时 那个就会孵出蛆来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有些东西呢 就是说要去注意到他的卫生 还有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菜的营养的均衡 他是不是按照 完全按照这个部分 所以我问一下佩君 你以前在学校吃营养午餐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吃到那种 里面菜里面有杂物的 这个倒没有 但是就是会有头发之类的 会看到蛮意外 就是觉得 我们嘴巴完的东西抽出来 跟头发 就会觉得很恶心 很不会生 是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营养午餐 其实营养午餐的内容 这边的我们看到蔬菜类 我特别来看 他说每日一份 或者是这个国小四到六腻 是每日一点五份 其实照理说 这个是不太够的 对 我们在讲的579 对不对 麦妮 你看这样子是不是真的不够 当然我们就蔬菜的话 因为他只是用一餐的话呢 他就是说一份就给他 这样子来使用 可是大一点的孩子 就分量就会高一点 可是呢 就是说学校如果说 在这个烹调上面 没有注意的话呢 可能因为大锅菜嘛 所以炒出来的菜呢 也许不是那么样的可口 所以有些小朋友呢 他就会把那个东西 他就是放着就不吃 那另外呢 我想提到一个 就是说 其实小朋友吃菜的时候呢 不要怕那个菜里面 有一只菜虫 因为有的时候厂商 为了让那个菜虫 不要出现 他可能就下了很重的肥料 或者化肥 或者是农药在上面 反而会让那个菜本身 其实是不是那么健康的 那当然就说在厨房管理上面 就是要注意到 能够尽量的把它除掉 他就尽量除掉 那头发当然是不应该在里面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会要求 他们把头发包扎起来 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让学生 有更多的这个 跟大自然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教育 就是律食育的教育 其实我们也在网路上看到一个 日本他们的孩子 怎么样让孩子在吃营养午餐的时候 又认识健康 然后又能够有礼节 而且所有的饮食的文化都交进去 到底怎么做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食材的介绍 或像教育 用上下扎根的方式 让小朋友知道说 以后吃东西我们要珍惜 而且我们要爱护我们这些土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